我又想改我那车 但是现在改车有点太难了 你说为什么现在量产车就不能说 把外观做的更有个性 更张扬一点 你有的车都叫运动吧 还闹保守 说谁再说 这什么呀 我去这车是 一圈MAX改的吧 去年吴佩开着他弟弟 跑比赛拿了个第三 这什么情况 这是原厂自己改的吗 暗夜一轩MAX 原厂搞成这样 确实可以 而且这东西还是很粉丝连创的 我觉得这就对了 作为厂商 你不知道怎么造车 你就去问用户 我觉得比一帮领导坐在办公室里 就啪一拍脑门 把这事想了要强多了 哪有人说20多岁 竟能当上厂商的领导 那一帮四五十岁大叔 要去决定年轻人喜欢什么 是不是有点开玩笑 所以这个真的可以 我觉得风神想明白了 原厂改装的东西 有几点好 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协调 很多玩改装都知道 有一个原厂升级路线 也就是把自己速车照着原厂的性能版 或者赛版去改 为的就是出来之后 车能有一种协调感 你看这个车就是这么协调 第二点好是什么 工艺 就你去外面的改 你特别需要看店的水平 它没有参差不齐 像有些店 我还见过拿外观件 就直接拿自公司给你往上怼 你放心 在原厂绝对不会这样 都是预留的安装位 而且人家坐的车多像什么 你发现不了的问题 也能提前发现 有些件装上去之后 像一响了笑叫了 没有 还有第三点 万一你开着这辆车 交警叔叔把你给拦下来了 这时候你掏出行驶本 发现跟实车长得一样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安心 我觉得玩过改装的都深有体会了 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像这些夸张的外观件 都是能出保险的 好 我们就看看这辆车 真的黑金配色 非常的酷炫 我一看见它 我就想起那个什么 UNITONE二号机爆桑里尧 经典配色 非常的酷炫 而且镜头拉近一点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面 你看这个质感 你看这个触感 完美 我们来看车头比较重要的部分 中文 它的名字叫赛道战甲割衫 然后就是对于一个这样等级的车来说 它的空气动静套件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夸张 而且各有各的用处 把气流导到你需要的地方 而且该通的地方也都是通的 比如说你看给刹车散热的地方 前产两边还有两个小翼 这可不是装饰 这是一个涡流发生器 它导出来涡流在高速的时候 就会贴着你的车体走 去消除前轮这块 湿流还有什么车尾分离区 差不多到了80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确实这东西是减小风阻的 然后你再看侧面的轮煤还有下面的裙边 这不都是提升气质的东西吗 还有门把手 你看线条这个造型 这不就是冲压工艺 车尾可厉害了 双边四处的尾猴 超大尺寸的破空尾翼 这个尺寸的尾翼 按到量产车上 你要跟现在很火的引爆一比的话 还是它要霸气多了 果真是良心体 实力充分了 目前的暗夜易转MAX提供的是燃油动力和混动重力 这两种选择 那据我们所知 它现在主打的是一个混动版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开这台车 我们现在开的是这台盛光版 它和引爆在一个同样的价格范围 能买到混合动力 这真的是挺有诚意的了 马赫动力1.5T的发动机 加一个电机的MHD混动系统 那最大的综合功率是170千万 从参数到真正的动力输出 肯定是完胜同级别的燃油车的 而且在之前我们参加的一些 实车测试里面跑出过6秒81的百公里加速成绩 这是很多豪华品牌的大排量才可以跑出来一个成绩 赛道基金可以说是很强大了 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相对于引爆热炒的6秒95 暗夜一旋MAX可以说是又低调又强大 那燃油版就是1.5T的发动机 这套动力很多人都不陌生 此前一旋就搭载的是一个同样的发动机 然后去和蓝经动力同台竞技 成功为免2021CTCC年度总冠军 也荣获过这个中国新的10家发动机了 这些奖项 那1.5T的发动机 它的参数是140千瓦 300英文 这个数据呢 比思域了 比引爆都要高 变速箱是7速的双离合 吃的 是不是踏实了很多 去年年底啊 风神搞了一次加速测试 那燃油的这套动力 百公里加速是7秒23 底盘呢 也是东风集团的DESMA高级模块化架构打造 而且是CTCC的冠军团队去调校的这个底盘 四轮独立悬挂的这个操控根本都没得说特别满 比起燃油版呢 我更推荐大家这个混动的动力啊 Sony 快不快 6秒81的感觉 我的天 这套混动系统啊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在任何的速度都能保持一个不错的动力的输出啊 低速的变积 甚至到了中高速或者说到了超高速的那种发动机的直驱 无论是并连还是串连啊 反正这个动力 它在每一个速域都是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输出的 我觉得这在一众的混动系统当中 使用起来体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选这个混动的版本 外观性能都聊差不多了啊 咱们看看里面 像这个暗夜一旋MAX呢 它同样是一个宽体轿跑的设计 长4817毫米 轴距2770毫米 多做几个朋友也不用担心拥挤 而且呢还配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和保持一致都是那种野性的运动感 就不怪佩哥总说羡慕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 你看他当时刚毕业时候玩什么车买个马自达2 一百多匹出头动力 他当时玩就已经是不亦乐乎了啊 你看现在自主品牌崛起了 他们去听我们年轻人的声音去给我们年轻人造车 那这辆暗夜一旋MAX跟原装赛车差不多的一个外观十多万的混动啊 十万出头的混动啊 领先同级的动力 媲美赛道的一个操控体验 真的我看见之后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惊喜 这就是时代的礼物啊 年轻人 原装赛车真香啊